一段能够继续的感情 至少是彼此相爱的 最终磨合成彼此需要的样子 看得多清楚啊 因为他没有那么爱你 所以他不愿意去为了你而改变 你回忆一下你们这一两年的过往 他在意的只是你对他好不好 他留在你身边原因特别简单 因为你对他好 因为你时时处处想着他 他享受这种感觉 所以你但凡不高兴了 你有情绪了 他就说你对我不好啦 你跟我摆臭脸 再见我回老家了 当然女生我觉得在这段感情中 不断地挑剔 也许你的感情需要的模式 不是他这样直男能够做到的 但你贪恋他对你的好 所以留在他身边 这样做你认为是对自己好吗 你的心里对这个男人 就是诸多不满 就是不甚喜欢 那何必要让这段恋情 继续这样让彼此不愉快呢 男生其实你在这段感情中 我觉得做得也不是特别的好 两年了你也没有得到他的心 你用的方式方法也不对 当然我们说爱情也不是说 必须用方法用技巧用套路 这肯定不是对的 但是你始终没有 让这个女孩为你而心动 这也是你比较失败的地方 他小女生三叉叉挑食 你既然准备做这一桌子菜 你就不能做他爱吃的吗 你用这种直男的方式 用看他管他防他的方式 生气他和别人交流 生气他的一些小韧性 不跟人家在马路上牵手 你只能让他越走越远 可能最初还对你有好感 觉得这个男生对我不错 我愿意和他谈恋爱 时间久了更加不爱 所以本来就不是一路人 你怎么努力都得不到他 因为你不是他的菜 而女生你怎么任性 他也不会为你做太多的改变 因为你不够爱他 我不支持你们在一起啊 谢谢 谢谢严老师啊